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真實的監獄了 希望這次的監獄探訪 讓你們多說自己 你要隨時提醒自己 你要行為踏錯 加油,加油 加油 各位同學 我們很高興今天能夠有這個機會 跟三號朋友們交流 首先他們會先自我介紹 我 不聽老人眼 只會在眼前 我偷、牆、拐、騙 說謊、掩飾 瞞天過海 盧視者達十年之久 直到有一次 我真的太累了 我幾乎是故意讓警察抓到我的 你們知道這十年來有多累嗎 當法官判我坐牢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是鬆了一口氣 你說話 說什麼 說你犯了案 很後悔啊 可是我很快樂啊 各位同學 這位朋友是今年暑假一中 轟動一時的 銀行連續搶案的犯人 當時你覺得很快樂 那是因為你在短時間之內 就坐完三千萬 不過,凡事都得付出代價 現在 你應該很確切的明白 那對你來說 一點都不快樂吧 如果 你想藉由我 像各位同學做一個反面的教材 我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老實告訴你 我在這裡 包括坐牢 都是我追求快樂的一部分 你能到一點羞恥心都沒有嗎 你這麼做 不僅辜負了你的家人 還辜負了整個社會 對 你怎麼會覺得快樂 而且心安理得呢 除非你是在說謊 要不然就是真的是社會上的敗類 我在這裡 已經進了應有的刑罰 也做了社會應該要負責的部分 我當然心安理得啊 人是一個人是有良心的 你知道良心是什麼嗎 老師 你想想 如果不是怕被抓 受到刑罰 你猜 所有的人 真的會後悔所犯的錯嗎 老實說 如果這個社會 沒有刑罰 我看 有很多人 都會殺人放火搶劫吧 你太偏激了 對人生和道理 你完全不明白 我是真的不明白 你能替我解答嗎 好 你說我會幫你的 為什麼 搶錢的人就要坐牢 搶人家心愛的人 卻可以逍遙自在 難道 當事人不是一樣痛苦嗎 為什麼 只有搶劫的人 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讓那些傷害人家心靈的人 欺騙人的人 侮虑父母的人 出賣朋友的人 欺負人的人 視牆凌落的人 壓榨人的人 難道這些 都不是壞事 不是不應該做的嗎 為什麼 每個人都做的這些事 只是這些事 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全部都被允許了 我根本不相信這個世界的制度 好 時間大 謝謝同學們今天的探訪 各位同學 剛剛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 而且他說話也不清不楚的 我希望你們千萬不要學習 可是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可是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黃欣騎人 你再不好好按照社會標準做人的話 家來這邊就是你家 你怕不怕 銀河 您好嗎 我喜歡她 銀河 連絡都沒看到他 銀河 今晚在看你 到底是名字 如果她喜歡上別人 你去幫我查她也是誰 銀河喜歡別人 或許 他根本沒有喜歡過我 你會不會想太多了 他跟我在一起 可能是因為感動吧 一定是因為你常關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天到晚胡思亂想 才會想出這些東西 你想太多了 你去幫我證實一下 你想我幫你證實什麼 她是不是喜歡上別人 就算我幫你證實 她已經喜歡上了別人 那又能怎麼樣 你可以逃出去打她嗎 如果是真的 而那一個人 又可以讓銀河幸福的話 我會想盡辦法 讓她無後顧之憂的跟她在一起 銀河 是個心腸很好的女孩子 她很想要快樂 又怕追求快樂而內疚 我不想要成為那個原因 我只想要知道 知道了之後 我就知道該怎麼做 這是什麼 小燕子為了貪婪一根芦苇 而從有伴中落單 飛過城裡 正好卸在快樂王子雕像下 王子是一個雕像 看到人間疾苦 疑心不忍 可是卻痛談不得 只好請小燕子幫忙 將她一身寶貴的東西 都送給了需要的人 快樂王子 我幫大家看 我來吧 謝謝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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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嗎 是顧天樂 他 妳還記得這個人嗎 怎麼會忘 那既然這樣 妳幹嘛一直找他 他不是早就已經活在 妳心裡面了嗎 還是妳心裡 其實有另外一個人了 那個人他能像顧天樂一樣 只要看到一張紙巾 一包蘇打餅 就會變得很溫柔 還是他可以像顧天樂一樣 時常想睡覺 因為他沒有辦法 在現實生活中 和他心愛的人見面 所以只能寄託在夢裡 在夢中和他心愛的人溫暖 這個男人能這樣愛妳 身邊的人 連看了嫉妒的餘地都沒有 在夢中的你 是 在運動中和我 也是 是 是 在運動中和我 是 是 有 是 有 但又有 是 有 有